众所周知,近日 年度时尚大秀米兰时装周正式拉开帷幕 刘涛、李宇春、刘诗诗 肖战等新光熠熠的阵容让众星尚未抵达米兰已收获无数关注 无庸置疑,作为世界四大时装周之一 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绝对是世界时装设计和消费的参照物 而作为顶流的肖战 刚落地就受到了当地粉丝们的热情欢迎 一身黑色分衣配黑色帽衫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温柔的 很简约,面对那么多人的拥堵 肖战控场声音吐子清晰又有穿透力 十分适合控场 当然作为Taz在中国的守卫全球代言人 刘诗诗也是第三次前往米兰看展 最近李宇春出席某活动 在采访时,他坦言 这次大家来参加米兰时装周 能得到品牌方如此厚爱 受到品牌的邀请自己也是非常的惊喜和意外 路上我也是偶遇到肖战流失失他们 真的很开心 朋友圈还有人问我肖战流失失他们到时会出现在了哪个秀场 对此,我是保密的 哈哈哈 随后,李宇春调侃到 米兰时装周继餐请客 但是自己却唯独没有请肖战流失失 记者问起理由时,李宇春调侃刘诗诗气场180 请待人家都关注漂亮小姐姐了 而肖战呢,每次请她都是藏着买单 哈哈哈,不过李宇春也是解释道 其实主要还是他们行程请的缘故 当然,李宇春 刘诗诗,肖镇他们用优秀的作品和独特的个人魅力来回馈粉丝对他们的热爱追捧 这次启程米兰时装周 小伙伴期待谁的精彩表现和时尚的穿搭造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